反正你怎麼捲他都會一定固定在這裡 這個方式非常重要 有時候我看到有些 有人寫的App奇怪好像就是沒有黏在線 就沒有辦法捲固定在那裡感覺怪怪的 不然的話我怎麼知道這邊有個工具列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記得 最後要怎麼樣 把那個Data Possession 把它改成Fixed 這個地方很重要 OK 不過都小細節啦 很多地方如果你一個小地方沒有注意到的話 你做出來App就怪怪的 OK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其他每個頁面的頁尾都一樣的話 上個禮拜講過吧 你可以fixed之後這邊都做完對不對沒有問題的 選取他 記得是選到那個 這個 Footer有沒有把它Ctrl C一下 然後再到什麼其他頁面呢 其他頁面的Footer有沒有點一下貼上 其他頁面的頁尾 記得不要點錯了 點錯你做出來效果 就會很奇怪了 而且可能要從 上禮拜有同學貼錯了 整個頁面全部亂掉 因為貼錯位置了 OK 這邊也是一樣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 全部貼完之後你會發現 其他的每個頁面 就會有一個同樣的頁尾 不過前提是特別重要 你一定要全部做完你再來貼 不然的話你做一半 還沒做完貼了 上面改了啦 全部要重貼 所以確定沒有問題的時候你再來貼 你不要說貼貼看貼的等於白貼 因為 改了 顏色不對 你要重改的話 那麻煩 所以這邊的話 做完類似像這樣 那再來就是切到那個 我們的新書 有沒有 那新書介紹 底下有沒有 也有啊 因為 這邊因為沒有東西 關於有沒有 關於 也有 只是上面我都還沒改 回到業手 好 這個第一階段 大概是這樣 一般的App 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啦 所以 這邊 基本上做的 就跟前面的很多 基本上是 雷同的 只是說操作的方法 稍有不同 不過也沒有跳脫太多啦 這些都 固定的用法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 把這個底下先做出 等一下再來看 新書介紹 的部分 不過 時間 動作比較快的同學 其實就可以 可以先做 我說好 謝謝 謝謝